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聞不過裏 我Vitro 黃瑞秋 雖然中共是否不攪軍演 但現在對中共來說 最大的問題是經濟問題 中國經濟持續萎縮不振 中共黨魁習近平在5月27日主持了一個政治局會議 討論經濟金融問題 他強調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推動金融監管真正要做到掌牙帶刺 有靈有角 這次並不是第一次習近平提到在金融方面要掌牙帶刺 有靈有角 原本是中國內蒙古自治區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 曾經擔任胡春華法律顧問的盜聞 在25日在社交媒體X道說道 他認為中國目前的經濟危機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最突出的問題是地方債的問題 多汶說他在監獄時 他跟一群落馬的市委書記和市長 討論中共崩潰的爆發點 大家的觀點各不相同 其中有一位做過15年財政局長和5年副市長的大哥 就把他拉到一邊 靜悄悄跟他說 說老道說 在我看來 將來押跨共產黨的一定是地方債 這位落馬的副市長說 說我們那個地方押沒有什麼大企業 也沒有穩定的稅收來源 我做了5年的副市長 經常被請去為企業展彩 最大的一間企業居然只不過是投資了500萬的木板廠 那個地方的領導 一尾就要求快點做 做大他 到處搞基建 所需要到的資金動一下就幾億 幾十億 幾百億 錢就借了 項目都做了 地方的GDP很好看 但是拿什麼來還錢呢 出工資還要靠轉移支付 現在已經開始借錢還利息 利搭利好像滾雪球一樣 可以維持多久呢 我補充一下 財政轉移支付的意思是 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無償的撥款 這位副市長說 地方政府借錢的時候 沒有想到要還給銀行 銀行也不敢不借錢 而且不止一個地區 全國都是這樣 他說什麼時候塌當 什麼時候算鬼數 到時候人民幣 連金元勸都不如 杜汶說 腐敗分子才是真正了解共產黨的人 即是說這個副市長 他認為 地方政府面臨的財政困難越來越嚴重 而且賣地的收入在度銳減 這就導致還債的資金來源 枯竭了 如果地方政府繼續依賴 非標融資等等的高風險方式 來緩解困境的話 就將會導致 債務問題進一步惡化 可能會引發更加大範圍的金融危機 杜汶說 當年這位副市長說的話 他記憶猶新的 以目前來說 中共中央政府就始終沒有搞清楚 地方債的規模到底有多大 國際清算銀行有一個數據 地方政府匯總出來有另一個數據 財政部和人民銀行 又是另一個數據 其之間的數據 是差距非常巨大 水分又太多 但習近平明顯就看到了這個問題 所以連續多次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 提出要警惕地方債這隻灰犀牛 以及提出要治理地方債 杜汶說 地方債的問題 是一隻走過來的灰犀牛 也可能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斤稻草 龐大的地方債沒有問題 根據報導說 直到2023年10月底 全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超過40萬億 但也有人估計 地方債務問題 表來表外 超過90萬億 欠那麼多錢 怎麼辦呢 5月中的時候 中共就說要發行 1萬億的超長期特別國債 為期20年 30年 或者50年 還要不計入財政赤字管理 本身1萬億 對地方政府來說 已經幫不了很多了 現在不納入財政赤字管理 說白一點 是不是打算不還呢 他可能最後的實際結果就是說 不單沒有緩解中國的債務危機 反而可能將債務危機變得更嚴重了 經濟學者李恒清說 中共希望老百姓將沒有用來消費的存款 去買國債 配合政府的意圖去投資 或者用存款去化解政府的債務 問題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政治和經濟亂局之下 發行20年30年甚至50年的超長期國債 其實中共根本就沒有打算還本 他說現在中國經濟跨踏的速度驚人 在過去兩三年各種手段都用了 但都看不到有好轉的情況 1萬億人民幣對目前這樣差的中國經濟來說 根本就起不到實質的作用 發債的主要目的就是維持地方政府的基本營運 還有人分析說 中共是用這種以時間換空間的手段 叫老百姓去埋單 去化解地方政府天文數字級的債務 所謂的超長期國債 投資價值就不是很大 因為通貨膨脹的風險就非常之大 你想想50年期的國債 你想想50年前的人民幣或者美元 購買力和現在來比的話 相差就非常之大 中共將還款日期拉到這麼長 即是說中共心知肚明 經濟要經歷長期又巨大的困難 而且現在在眼前的債還清 就借中國子孫的債 相當於是借身還救 或肉補倉 最後就可能會造成 吃了未來的菊 結果就是禍及子孫後代 禍及後代子孫的 就不只是債務問題 以前用了很多錢去建基建 但大量的基建又放置了 過去十多年來 中共大量興建高鐵車站 德陸傳媒最近披露說 目前中國至少有26個基鐵站 建了之後處於限制狀態 原因是因為位置偏遠 周邊配套不足 客流量低等等 所以就未啟用或關停 在去年7月份的時候 投資超過4000萬 建成了七年多 但沒有用的海南丹州海頭高鐵站 引起了廣泛關注 當時海南省的法國一位就說 掛鐵路部門說 海頭站每天的客流量不足100人 如果開通的話 每年會虧損500萬 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海頭站因為在輿論的壓力下投入使用 之後會不會因為客戶流量不足而停 就不知道了 中共為了經濟數字好看 追求GDP 盲目發展基建 不單止助長貪污 還造成了高鐵產能過剩 有些高鐵站沒有市場需求 需要很多錢去維護它 陷入債務危機 進入死循環 越用就越虧錢 不用反而虧少 另外 中共當局之前說 為了降低中國房地產的傳略 打算出錢幫地方政府 和中共國企 去買當地製銷的住房 用來作為公租房 不過金融時報最近報導說 目的專家認為 中共官方拿出3000億 相對龐大的住房庫存來說 這3000億只不過是滄海一宿 遠遠不夠 報導引述高盛估計 按照成本來計算 中國有價值30萬億人民幣 未賣出的房屋庫存 相當於去年銷售量的10倍 不單止高盛估計 除了未賣出的住房存量外 中國還有9000萬至1億套 影子供應住房在 影子供應 通常被用來作為投資性的房產來買 但還未有人入住 所以就說問題的規模和範圍 比中共政府答應要投入的資金大很多 大白杖工程不只是基建 中共近期推出了史上規模最大的半導體投資基金 叫做大基金3 5月24日 北京成立的積體電路產業投資基金 三期股份有限公司 由中共主導 註冊資本達到3440億人民幣 主要股東是政府機構或國有企業 最大的股東是中共財政部 還有中共四大國有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中國銀行 中國建設銀行 中國農業銀行 這四大銀行 出資金率已經達到25% 四分之一 很明顯 中共想打造半導體國家隊 為了實現晶片自主 然後對抗美國為首的科技管制 但是成效如何呢 就受到不少質疑了 中共之前訂了很多錢去半導體產業發展 而各地 就有一片晶片產業發展浪潮 同時又引申出很多南美計劃 和貪污腐敗 大基金的前兩期有7名主管涉嫌嚴重違法 在2022年8月被帶走調查 說到半導體 就要看看有先進半導體產業的台灣人 怎麼看 台灣大學電機系教授林中南說 說半導體產業就不是說訂大錢就可以成功的 所以我們會預期 中共這次的大基金第三期計劃 仍然不會按照它原先的規劃有具體的成效 因為大陸就沒有一個半導體新城的環境 中共豪然葬魚 投入巨資去打造晶片 又狂造電動車 出口傾銷全世界 不過那些電動車不單止火騙了中國 還火到外國 不過是著火的火 5月16日凌晨 福州清口比亞迪4S店突發大火 將店鋪燒光 中共官方傳媒報導說 福州的消防回應說 燃燒物質是展廳裡停放的電動汽車 不過就想不到 被亞迪經過一天的思考之後 發出一個情況說明 說這次火灶 起火的是二樓辦公室 或者是樓頂 不排除是煽露老化 有網友就說 這家4S店裝修了多久 就煽露老化了 裝修公司快來揹這個鑊 而且去過4S店的人都一眼看出來 店裡是比較空曠的 想燒光整個空曠的場地 一般的可燃物 是比較有難度的 所以這個說法還是有漏洞 不需要將這個漏洞堵塞 有網友就更加厲害了 幫替阿迪分析原因 就說電池當然不可能自燃燒 是不是店裡的滅火器 自然引起大火 還有網友猜測 起火的原因會不會是士巴拿自然呢 還有網友猜測說 起火的原因 大家應該大膽去猜測 會不會是天上的隕石 不小心摘中了 而引起火災 就在5月1日 在廣東惠州武森高速公路上 一輛貨車運輸比亞迪電動車 其中一輛電動車自然之後 就隱延了上面運輸的所有新車 濃煙滾滾 有網友就總結了 在去年12月1個月內 比亞迪4S店發生的火災 去年12月5日 廣東光門一間比亞迪4S店發生了火災 13日 遼寧瀋陽鐵西區一間比亞迪4S店發生了火災 12月18日 四川成都市新茂園比亞迪4S店發生了火災 30日 山東賓州比亞迪4S店發生了火災 一個月內 燒了四間4S店 一間發生了火災可以說巧合 那麼多間都發生了火災 怎麼解釋呢? 如果沒有人在車內 可以說幸運 那麼路上有人駕駛的電動車頻繁地自然 就非常危險了 在上個月底 一架華為電動車 問界M7 在山西追尾之後起火 導致三個人死亡 家屬質疑電動車的自動煞車 沒有運作到 車的電池一撞就起火 車門在碰撞之後也沒有自動解鎖 導致車內的人撞身火海 但提出質疑的鐵文就被刪除 類型的大陸電動車安全問題 被掩蓋的負面新聞只不過是冰山一角 有網友就為這些所謂的新能燃氣車 起了個名叫做新能燃氣車 有些就說是正宗的火車 有大陸民眾就說 因為中國要向國外賣電動車 當然就只能說電動車好 好了中國現在大力宣傳電動車 對於電動車出的事故 很多時就壓制著報導 很多時網友上傳的電動車事故訊息 包括了影片、圖片等等 很快就會被刪除了 有網友認為中國電動汽車的質量不可靠 因為國內的汽車企業都是抄襲外國的技術 自己沒有創新 加上官方品質控制上不嚴格 另外從社會結構上來看 根據中共官方的數據 去年中共公佈了 2022年尾的人口 比2021年減少了85萬 2023年又比2022年減少了208萬 外界全世界都知道 中共官方數據 有造假和不準確的因素在裏面 實際情況可能更嚴重了 自從1982年開始 中共大搞計劃生育、獨生子女政策 將中國的出生人口大幅削減了下去 而中共近年來發現人口危機之後 又開始催生二孩和三孩 在一時之間很難扭轉人口萎縮的趨勢 加上經濟大環境不好 就業機會緊張 在去年7月份的時候 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說 6月份中國青年失業率達到創紀錄的21.3% 去到8月份的時候 中共就以統計方式需要優化作為理由 不再公佈中國青年失業率的數據了 大陸的傳媒報導說 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也是經濟學者的劉元春 在去年一份年度中期報告裡發出警告說 中國國內青年失業的問題 可能會持續10年 而且短期之內會不斷加劇 如果處理不當的話 將會引發經濟領域以外的其他社會問題 他說在經濟結構不斷變換的今日 就業難體驗在各方面 從外賣和網日車崗位的爆滿 再到工廠人工下調 國內消費疲軟 令企業從源頭上降低了對請人的需求 劉元春預測說 未來10年青年的就業都會比較難 在這個客觀上都說明了 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結構性的難題 而不是一個周期性的難題 人口的劇烈變化 令到一個社會很難適應 對整個社會的勞動力需求 婚姻、就業、入學等等 都有極大的影響 中共對人口結構的粗暴破壞和改變 不僅很難短時間之內扭轉 還將會對未來的社會、經濟、政治、民生 帶來深遠和巨大的震盪 今天新聞不過呂說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拜拜